哈喽,大家好,我是搜老师 今天呢,带大家画一张小小的画 其实最近呢,我外出写生的时候 特别喜欢画这种小本子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小幅的作品 我们画的时候会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面对 我不太会怕把它画坏 画大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又说,哎呀,这张纸浪费了,对吧 但是画小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态会更加的放松 而且小画对初学者来说是更加的友好的 这张画的步骤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画好线稿,最重要的是定好天和水面的一个比例 然后快速并且放松的把这个云层的感觉描绘出来 云层的感觉呢,大家一定要在湿润的时候去刻画云的立体感 这样云会更加的饱满和自然 那然后我的下一步呢,是把这个水面给铺好 我水面中间是留了一些非白啊,这样的话水面看上去会更加的有光感 那注意这里啊,我的第三步呢,我是调了一个绿色啊 然后把整个的河岸啊,然后把整个的河岸啊,比较快节奏的给它铺掉 注意我们河岸调色的这个绿色不要太过于纯,太过于液 在水面干了之后呢,我会在水面上加上一些倒影 那这个步骤是围绕着我们视觉中心的一个小房子 增添一些树木的元素 其实这个小房子是一个小帐篷啊 但是我拍这张素材的时候 这小帐篷已经就是拆了啊,已经撤走了 那画树木的时候一定注意我们要更加的概括啊 不要盯着某一棵树画 一定是把整个河岸上树木的起伏的节奏感表现得更加的丰富 那这张画我是在常心导画的 我在的这一片风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 就是它是一个风力发电厂 所以有风车 然后我觉得这个元素其实也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地方的特点表现出来啊 所以我会点缀上两个一大一小的风车 那前面这个风车我会画的更加的重一些 那最后最后的一步就是刻画了 就是很多同学在整张画画完了以后 就是铺满了以后 他就觉得画完了啊 其实不尽然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呢 就是大家在觉得自己画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尝试的多画十分钟啊 这样画面最后看上去会更加的丰富和完整 就是每当你觉得你画完了以后 你问问自己 诶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画十分钟 那最后就是我们签上自己的大名啊 结束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7月28号我又要开新课啦 如果你想跟搜老师一起画画 不要错过哦 对 对 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